黄晨梅1987年6月5日出生于亚加达,主级福建福清, 2010年毕业于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的时装纺织设计专业, 毕业后在迪士尼工作了6年。 繁重的工作压力导致她在28岁时免急轻轻,变换上中风。 医生警告她说,如果继续在亚历达的环境中走下去,她将活不过35岁。 于是,黄晨梅决定离开迪士尼, 并在2016年创业,创建了自己的品牌, 在围巾、鞋子、衣服上设计出属于自己独特的图案, 并在亚加达中区一家商场开了家实体店。 新冠病毒在印尼爆发的两个月, 店里的生意降至百分之零。 就算如此,她也没有接过员工。 当时,我开始觉得简单。 当时,我开始在公司宣传的环境中, 她非常努力地去售宣传我的衣服和衣服我。 当时,我开始聚会或者逛逛。 当时,我开始想想, 但是因为疫情的疫情,我会停止他们 如何我解释了他们的证据 一件事我发现当疫情的情况下 是我的良好 对他来说,面对疫情除了要接受现实之外 也要具备强大的摄影能力 大胆地不断创新 为此他改变营销策略 将实体店转至网上交易 售卖的产品也有很大的变化 将高质量的围巾和服装换成续化口罩 黄晨梅还表示 疫情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意平台 也改变了他的个人习惯 他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设计图案 并重新思考定义人生的意义目标 黄晨梅表示自己生长在印尼感到自豪 虽然他读大学与工作时 曾在新加坡住了六年 但回到印尼后 国内的多元文化社会 是他在国外所得不到的环境 这让他更深深地感到 他比之前更爱国了 我现在也设计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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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华晨梅相信这世界能分别善恶 只要大家保持正能量并乐散耗时 肯定会有美好的未来 美都新闻 李淑珍 阿瓦路顶采访报道